作词 李宗盛 还依然听到 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 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变成了心事 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我依赖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记忆它如湿如花的线条 全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 我害怕知道 又很想知道 你现在好不好 多厉害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都很好 爱这个你 应该都知道 你从未缺席过 那些美好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 珍惜的每一秒 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 你还是我爹吗 我是你祖宗的 你想准备 还来 你想准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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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前面是什么 快 快 你们给我站住 快 快 你们给我站住 停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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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我停下 快 你欺负你 你欺负你 小黄虫 你上火干吗 还疼吗 不疼呢 怎么还不来呀 大哥把钥匙吊这儿了 现在怎么办呀 你认识那些警察叔叔吗 认识呀 都是我爸局里的 要不 我们把他的摩托车 推到你爸局那儿 等他出来 我们再把摩托车还给他 也行吧 那快走吧 来 等一下 走 朱晨 加油 加油 朱晨 醒醒 醒醒 大哥出来了吗 没有 你说 他们不可以把大哥的 当坏人给抓起来了 要不 你跟你爸爸说出去 对了 你不说我还忘了 现在太晚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要不然 我又得挨我爸骂了 车怎么骂呀 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会看好说的 快回去吧 不然待会儿 初老姐出来找你怎么办 那好吧 好 一定要看好车 嗯 大高哥 大哥哥 你出来了 你的车钥匙 人在 车在 你自己把他推过来的 我跟初晨一起推过来的 那 他人呢 他得回家 不然父母会着急的 你干吗在这儿守一个晚上啊 我 行了 谢谢你啊 你饿不饿 哥哥带你吃好吃的去 好啊 走 走 小时候洛书不爱说话 更喜欢跟初晨玩 原来他是一个 这么有担当的人 他啊 不仅有担当 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都会争取到 最好的结果 这投资有时候 并不只是单纯的评估项目 更重要的是投资人才 所以啊 这笔买卖做得不亏难 好啊 说来说去你还是算计这些 在商言商 这不正好说明 我很看好他吗 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 他感谢我还来不及吗 呸 真势力 越来越没点样子了啊 这恐怕以后是 胳膊周角往外拐动 你怎么走啊 打车呗 这个点儿也没地铁了 天天加班到半夜 公司连车费都不够小了 没办法呀 谁让咱老板那么小气呢 这些你能完成吗 要不我帮你吧 没事 大不了通宵嘛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 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 你确定不用我帮你 真没事 快回去吧啊 那我可真走了 快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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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我这不是在工作吗 工作 秦云 秦云 你天天玩着 这游戏你还有理了是吧 你到底 你到底有没有责任性啊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 你想过这个家呀 不是 你怎么一回来 就跟吃了炸药似的 我吃炸药 你是不是觉得 你可以不用努力工作 就可以跟韩子墨一样 可以照样过得很好是吗 但是你别忘了 人家有个有钱的爹 你呢 整天吊着浪当的 我们俩好不容易结婚了 眼看着每个月房贷 各种开销 只要一发工资了 钱还没用呢 就没了一大半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这个你都不急 以后万一我们有宝宝了 那怎么办呀 我们俩日子这要怎么过 媳妇 我以后啊 我不玩了 好吧 你呢也别生气了 好吗 媳妇 我答应你 以后不玩了 好不好 媳妇 媳妇 以后不玩了 好吗 你的专职司机小韩 也把你送到目的地 你上楼我别忘了一会儿 给我打个电话 知道了 你路上小心啊 等一下 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每次都这样 我走了 不行 流浪你 干杯 好吧 你又没这么晚回来呀 吃饭来着 走吧 妈该担心了 拜拜 你又没这么晚回来呀 吃饭来着 走吧 妈该担心了 走吧 妈该担心了 喂 淡淡啊 洛书 那个我一会儿排练 我想邀请你来看 今天不行啊 今天要上班啊 那我不管 我以前排练的时候 初晨都没有缺席过 那好吧 对了 我还有个事 什么事啊 我哥说你们研发了 新的手环 能不能一会儿带给我看看啊 好啊 那一会儿见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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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槟 挺认真的 记得小时候一放学 同学们都成群结伴地出去玩儿了 只有我 放了学就得回家练琴 所以学校里没有同学跟我玩儿 时间一长 我也不怎么爱说话了 后来你和初晨 昨晚我哥打工的修车铺跑 幸亏有初晨在 不然我们两个闷葫芦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说上话呢 初晨小时候总缠着你 让你教他吹小号 他以为会拉小提琴的 就一定会吹小号 对 我怎么跟他解释 他都不听 当时我都快被他弄疯了 我出国前 他特别肯定地跟我说 我以后一定会成为 一个有名的 小提琴演奏家 我们俩还约定 以后等我登上舞台 他一定会来给我捧场 给我献花 这么多年 我每次练到想放弃的时候 都会想起他这句话 只可惜 我快要实现我的梦想了 他却不能履行他的承诺了 他完成不了的 我替他完成 谢谢 对了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送你一个 这个可打发不了我 你可得给我献花 放心吧 没问题 这一大早就见不着人影呢 去哪儿了 平时你可都是以身作则 从不知道的 就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吧 你管得还真宽啊 丹丹 叫我去看她排练 这就对了嘛 对 脑袜子终于开枪了 我俩就是同学 别多想 行行行 知道你是真杰烈的 可我觉得丹丹对你还挺热情的 反正女追男隔层杀 你这早也得懂了 你能不能改给你这个八卦的毛病 过两天钱就到了 咱们可有的忙了 我可没时间想这种事 没情调 这是丹丹送给大家的演奏会门票 分一票吧 别抢 都有份 思义 思义 什么事 你们自己分吧 来 太棒了 我好久都没听过音乐会了 就就就就 你还经常听音乐会啊 听得懂吗你 行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你吧 少来啊 我平时经常听 贝多芬呀 巴赫 赤克夫斯基的 没看出来啊 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是第几交响曲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这个 让我先想想啊 那我再问你 欢乐送又是 第几交响曲的 第几乐章 回答我 回答 你让我 你让我想想 干吗了 你还我手机 干吗呢 还吃点药 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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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你这拉的是什么呀 没什么 累了 随便拉着玩的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别搞那些有的没的 老人说了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专注 就是心无杂念 知道了 演奏会马上开始了 别紧张 哥相信你啊 放心吧 哥 别紧张 爱 你这些人 又如何 鼓起来的甜蜜 就是不用说出还会默契 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你 学着买出成熟的脚印 未来人生未知的延续 那就失去完成现在我们的约定 现在我们并肩在一起 说好的事值得去追 后来人生学会的意义 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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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开窍了是吧 你该不会对丹丹 那请咱们来 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那请再度更下遠 好 丹丹 还有十分钟就要上台了 媒体他们来了吗 等完排好了 放心吧 那星期科技他们呢 他们都来了 已经在下面坐着了 丹丹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没事 你都上了那么多次谈了 放松点 祝我们演出顺利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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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的女神形象可算是立柱了啊 思逸 你要不算一下 这一晚上丹丹给我们省了多少宣传费 你这么说 丹丹真是个好姑娘 这真的多亏了丹丹 你看 这丹丹的演奏会采访 像不像咱们的产品发布会似的 那咱们今天晚上 那咱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庆祝一下 走了 我请看 可以啊 胖子 胖子 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灯淡丹丹小姐 你的手链很漂亮 能告诉我们在哪里购买的吗 我这个 是我的好朋友跟她的团队研发的 是一个智能手环 然后挺好的 我今天就带上了 你呀 还真是像我 这样不放过一切机会 倒是很有经商的头脑啊 怎么样 我还不错吧 不错是不错 不过 你怎么想起推广手环来了 因为你是我哥啊 我知道你很重视这项投资 再说你这些年让我出国留学 开工作室 办演奏会 我总得报答你一下吧 哥 小丫头 可以啊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帮到洛书他们 肯定行 这个是龙天的融资是龙天的搜索 还有这个是上次按照你的意思修改过的工作安排 我可以进来了吗 小提琴家来了 快快快快 我看大家那么辛苦 我就给大家买了点吃的喝的 灿灿 你上次的演奏会我们可都去了啊 可就是临走的时候忘了要签名 什么时候能补上呀 那还不简单 随时 好嘞 灿灿 我们还在开会呢 我知道啊 这不是来贿赂大家了吗 洛书 要不然你给大家放个假 休息休息 咱俩说几句话呗 对啊 洛书 咱们都开了一上午的会了 就是啊 对啊 休息 行吧 休息一下 你觉不觉得他俩挺合适的 哎 你觉不觉得他俩挺合适的 你嫌啊 我 前半时间洛书刚刚情场失忆 这个时候单单如果能及时补上的妈 那不就挺好的吗 你是李洛书的蛔虫啊 你怎么知道他失忆不失忆啊 再说了上次洛书不说了吗 单单小时候喜欢的是初晨 不是他 我说你怎么弄得眼价啊 喜欢初晨就不能喜欢那初晨 行 再说了 那是小时候 你以前不是也挺瞧不上我的吗 现在好像 也瞧不上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你的真心实意还是用在工作上 那我这么问 你还想不想让咱们公司 蒸蒸日上 让心意科技 凌垂青是 我当然想了 可是这跟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啊 那关系可大了确论盖 俗话什么 男女搭配干活不理 像我们俩这样 一旦洛书坠入情况 那还不跟大了激素似的 提高他的精气神 他还能没有更好的工作状态吗 这跟心意怎么没关系啊 你怎么那么多歪理系数啊 我 那 你是觉得丹丹配不上露叔呢 还是露叔配不上楠楠啊 那不 配倒是挺配的 可是李洛书这个人在想什么 你不知道 配 那就结了 你听我的 我就喜欢干这种 承认真美的事 常大乐 来心意科技真是屈才了 你就应该去婚恋网站 或者电视台那种相亲节目 不不不 你最应该去 去哪儿 复联 我 我去哪儿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想让你听一首 我专门给你写的曲子 给我 跟我来 自从你哥给我讲了 你和初晨的事之后啊 我就想给你和初晨 写一首曲子 希望能表达你们之间的情感 你还会作曲啊 其实上次演奏会 我就想拉这首曲子了 一是怕不够成熟 二是怕我哥骂我 所以今天特地让你过来 听一听这首曲子 可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啊 音乐是写给心里的 用心去感受就好了 对了 还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就因为你带了我们的产品 有很多客户 现在都抢着和我们合作 看来还是有效果的 既然你会作曲的话 要不要帮我们 做一款声音设计啊 好啊 但是你先听听这首曲子吧 听看来我们在下期观看 走 七姐 我们去吃饭去了 我们去吧 下午开会别吃到啊 好 初遥 我去吃饭 要不然给你带点什么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富洋 饿了吧 走 咱俩吃饭去 关于四伯爷 你不能让车车 你在那儿有什么的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知道你拉谁啊 走走走 那我先走了 一起 那去吧去去去 小赵啊 跟我一块儿吃饭 渐 我渐肥 我先不吃了 姐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我突然不饿了 不想吃了 你捡吧 你自己吃 咱们现在取菜 你喜欢吗 挺喜欢的 其实我好久 都找不到拉小提琴的感觉了 好怀念小时候的那种快乐 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得回来 要不然 我给小朋友教课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教小朋友 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嘛 可是我上哪儿 教小朋友上课呀 你要说找工作的话 我倒是知道一个软件 你看 我觉得还挺成鬼靠谱的 您可以试试 那要不然 我也在五八同车上 头份简历 找找灵感 谢谢你啊 罗叔 咱俩还是换个地方吃吧 咱俩还是换个地方吃吧 这办公室楼下的 遇见同事都不好了 没事 你不就吃个饭嘛 我是董事长助理 你是董事长儿子 咱俩也太模仿张大了吧 我们俩是自由恋爱 两情相悦 又不是强买强卖 有什么不好意思 两情相悦是不假 但是 你知道职场最忌讳什么吗 就是办公室恋情 咱们两个这也算是 办个办公室恋情吧 怎么就成办公室恋情了 咱们俩明明是青梅竹马 梁晓鲁猜 谁跟你了解 别着急 别过着急 怎 怎么 怎么了这是 同事过来 没事 没事 咱们走了吧 坐下吧 坐下了 坐下 坐下 咱们走吧 怎么走啊 跟我走 好 右脚 怎么会叫 右脚 小心点啊 丹丹 找你干吗去 你干吗 他说可以帮我做声音设计 没了 你还想有什么呀 他就是咸的 洛书你别理他 我吃饭去了 咸的 你就是这么配合我呢 你就是这么配合我的啊 配合什么呢 知道我刚才干吗了 你干吗了 我呀 拉着司翊在 搓合你个单单 这样呢 我和他就有更多的话题 可以聊了 你有毛病吗 聊到当什么了 不是 只要我现在和司翊吧 他聊不了两句 就聊不下去了 而且一直是我在说 老叔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 给我站那儿当个道具呢 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司翊 感兴趣的话题 这表面上是说你和单单的情感问题 实际上呢 是我和司翊在培养感情 懂不懂啊 不懂 你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拉着单单 我拉着司翊 咱今儿一起吃个饭 我请客 怎么样 不行 你这单单每天还要练琴 我哪有时间啊 什么单单 单单是谁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呀 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你了 对了 刚才谁说要请客来这儿 送我一个 还有 把你接一小会儿 你怎么也 你看看啊 你几个公司不让我去 家里也不让我去 家里也不让我去 而且他每天又日里万机的 又又又又又又又 还想约见总统 去去去去 洛书 你就帮帮我吧 别 别 你先帮帮我 约着他一起吃个饭 我请客 约着他一起吃个饭 他请客 你要不答应的话 我就走了 你也别走了 烦死了 行了 答应 答应 答应可不能反悔啊 反悔了可不厚道 赶紧消失你们两个 消失 消失 谢谢啊 谢谢啊 有毛病啊 喂 初遥 我想组织一个多人约会 多人约会 你在哪儿想出这么个鬼点子 哎呀我想大家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正好凑这个机会大家一起聚一聚 嗯 还有把你弟弟叫上 但洛书去干嘛呀 咱们都成双成对的 哎呀我想大家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他自己去多尴尬呀 谁说让他一个人去了 看你还没我了解他呢 有一个女孩 女孩 对 叫丹丹 你不知道吗 丹丹 是不是他跟 楚晨的同学呀 对对对对对 我听大乐说啊 最近这个女孩跟你弟走得特别近 带着你弟啊 有点不积极的样子 我和大乐劝了他半天 他都没有想把这女孩给戴上 要不你劝劝你弟 如果他只有成的话 一半的功劳归功于我呢 行吧 那我帮你去问问 哎 嗯 你初晨 过来 怎么了 我问你个事啊 嗯 嗯 你是不是以前有个同学叫丹丹 最近回来了 你们两个联系上啊 是啊 我们周末有个聚会 常大乐带着牛C也去 你带着丹丹也去呗 不去 来来来来 去呀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啊 你别老在家待着 你应该经常跟着你姐 参加一些什么聚会啊什么的 你别老在家待着啊 我要哭了 你要不要 我哭了 若回到那一天 定格你笑脸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庆祝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和我温柔生命 庆祝全部碎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剥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流水的匆匆 是云略过彩虹 你是一抹春风 吹散我都感动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一起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触碰 该何去何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